現代人講求效率 越來越多外送車大街上爬爬燥 为了方便有的外送员 会在车上动些手脚 像是监视器中这台外送车 车尾绿色箱子异常巨大 把电源全吸引过去 还拿出手机狂拍猛拍 是有一点弥补 他们有规定的带子 可是他自己做他自己的箱子 后面箱子有那么大 相对行车上可能就比较危险 真的很夸张 这个箱子有多大 旁边骑士当成比例尺 有半个成年人高 大约80公分 家装这个巨大箱子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他需要装置的东西比较多吧 然后放更多东西 市场需求增加 许多人干脆当个全职外送员 不论风吹日晒雨淋 都得往外跑 也遇到了许多难题 要找得到店家跟客人在哪里 就知道辛苦 但是就是他会给人回馈 再回到这个超大箱子 这样私自改装 不只有安全疑虑 也已经触法 轻型机车 原则上载重不能超过50公斤 重型机车的话是80公斤 不仅重量有规定 箱子高度大约80公分 但只要超过骑士肩膀就不行 宽度不超过机车把手10公分 不论是长或宽 通通违规 最高可开罰600元 外送员送单和时间赛跑 为了方便违法改装 不仅自己危险 也可能影响到其他用路人 记者联援宾张志凯台中报导